大家好,我是阿宇,今天我们来做蒸饺吃 先来准备肉馅,用猪的全腿肉,大概三肥七瘦的比例 加入葱姜水,一斤肉的话差不多是100-150克的葱姜水 边加边搅拌,刚开始的时候肉很干,很好吸收 抓一抓它就完全吸收了 越到后面水分越多,你要朝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搅拌至肉馅起胶,并且非常有阻力的状态 然后再加入葱姜水 最后是这种咚咚咚的状态 调好之后,再往里面加入食盐 再加入生抽 加入一点老抽 加入一点胡椒粉 加入一点鸡精 还是朝着一个方向,搅拌混合均匀 这样基础的肉馅就调好了 你可以不用加,也可以加其他的任何蔬菜 今天我准备的是韭菜 韭菜的水比较少,不用去水 直接喷上一些食用油就可以锁住水分 搅拌混合均匀 如果想要它脆绿的话,可以加一点小苏打 当然自己在家里吃可以不用 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把它加进到肉馅里面 也是朝着一个方向搅拌混合均匀 肉馅调好之后呢,我们放在冰箱里面 冷藏一两个小时 让它入味也更好包 时间差不多,我们来揉面 我这里是250克的面粉 加入了150克,差不多80度左右的热水 来烫面的 烫过的面吃起来会更加的柔软 你将它揉成团子后 移到案板上面,像洗衣服一样 像这样搓 搓个三到五分钟左右 把面团搓得非常光滑的状态 烫面的话可以不用洗面 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洗一下 我就直接给它搓了 搓成细长条 下层和饺子皮差不多大小的小剂子 一个剂子的重量差不多有10克左右 案板上面撒一些干面粉 把剂子给按扁 擀面杖推到三分之二处 再打回来 再来看一个 大概擀个七到八下 一个圆圆的饺子皮就能够擀好 用烫面做的饺子皮 它也不会粘连 然后我们打上馅料 像这样对折一下 两边的宽度不一样 在宽的这边往后面打折 另外一个手指也顺着往前面移一点 这样一个月牙角就包好了 整理一下 你看非常的好看 把所有的饺子都包好 摆进蒸笼里面 水开之后上笼 大火蒸10分钟 关火之后不用闷 直接开盖 我们的韭菜鲜肉蒸饺就做好了 像这样炎炎的夏日 吃上一口蒸饺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做好的蒸饺皮非常的柔软 里面还有流动的汤汁 小小的一个 一口就能够吞掉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一定要收藏起来 以后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